好 主播 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仍旧在台北市的滨江市场 那因为山陀儿台风来袭的关系呢 其实台北市目前是停班停课的状况 不过很多民众呢都趁着现在其实风雨并没有很明显的时候 赶快抢在早上就来菜市场要来买菜 不过也有民众说其实在上一周他们就已经把菜都备好了 只是这次呢因为台风又比较延后的关系 所以呢他们这次就决定要先再来补货 不过因为菜价会越来越贵呢 所以有民众想说趁着这一次呢不仅要来补货 也要来买买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青菜 像之前就有听说其实高丽菜一颗就已经超过400元 甚至葱呢也都涨了很多 所以这次希望可以能够来买到比较便宜的青菜 先带您来听一段民众怎么说 今天比较便宜 青椒 青椒贵了 青椒便宜了一点 因为那个菜价越来越贵啊 看今天来买有没有比较便宜这样 那其实有一些民众说自己其实是餐厅业者 也趁着这一次呢台风天 虽然政府说停班停课 但还是决定要营业 因为台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也是趁这一次呢 可能买了一些青椒类的 比较低价的一些蔬菜 也提醒民众如果台风天出门买菜 必须注意自身安全 以上是现场最新 将时间镜头转一个棚内